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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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败啊 把他们请回来 就住在你楼上 天天陪着你 然后呢我再给他们找一个好工作 停 又来了 是不是又让我做饭你 那我做饭你走 你得了吧你 回 嫂子 你说 我跟卡特吧 接触的日子也不短了 那毕竟是咱们江亭的终身大事嘛 那你放心我都不放心 不仅你考察 我都得好好的考察考察 这么轻而易举 就把咱们江亭娶回家去了 这这儿成啊想什么呢 我宁可砸在手里 我谁也不嫁 什么烂七八糟的呀你 做饭去 做得真好 真好 我看你大妈呀 就是典型的更年期综合症 你说跟卡特多好啊 这么好的女婿找上门来了 她却不要 生生要把人家一对给拆了 这什么想法呀 妈 就这个时候了 你就别跟着填乱了啊 妈 这不能怨大妈呀 大妈这不是丢了脸面了吗 丢什么脸面了呀 我觉得任凯特给她张了脸了 这卡特 怎么夸她呀 大妈本来的不同意 她非得弄一个煽情剧 那个破本子 没导演用 没牌 还演砸了 大妈那面子也丢了 要我说这卡特呀 就是一傻蛋 纯傻蛋 还说人家呢 你倒来一个宣情剧啊 你演一试试啊 你浪漫一下啊 你是不是把我说话不当回事呢 我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 您说的话我都听呢 我都当圣子一样了 那天你说一句话 是不是 我 我就担心大妈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月啊 要是再拿不回的工资 就别想进去一个门 江泰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正天吃 正天吃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来来来 好 来 饿了吧都 赶紧坐下吃饭吧 来 坐下 没食欲 吃不下去 你大妈好点了没有 起来了吗 暂时 音转情吧 行 那那就好 好什么好 缓期执行 你 你 你让妈租口答应卡特了 反正算是留任查看阶段吧 爸 你老关心人家干吗呀 你看我丈母娘 那成什么了 看你卡特就跟看你亲人一样 我可是正牌女婿 罗美娿就是更年期 什么事她都跟着搅和搅和 不带英国 这也就算了 那关键已经影响到江天了 已经让她洗脑了 言听计从论 舞女连心 势力强大 连江的事都不是对手 要我说你应该跟江的事 连起手里对付她 我们看啊 靠人不如靠自己 只有我强大起来 我瞧他们谁敢欺负我 对 说得太对了 干出点动静来 让他们瞧瞧 对 干出点动静 让他们瞧瞧 爸 我能干出什么动静呀 你怎么问我呀 这都不用想 去找你老上人 帮上她跑业务 我一个写字的 带舞跑什么业务啊 那我告诉你 不过就是应个名声 照样养你的粉 该怎么养 你还怎么养 大白 你这主意高了 咱们要来喝一口啊 你拿着我家吃吧 请用抬头啊 一二三 欢迎客历总裁来自公司试团 好 总裁还没有到 吕总 彩排得不错 叫员工自然点 横幅还不错 这就够了 总裁先生不太喜欢奢华 总裁先生还没有到吗 是不是堵车 你查一下 看这条线堵不堵 好的 马上查一下 要不然咱们到楼上休息会儿 不用 我有点等 怎么样 一路长通不堵车 按照计划应该马上到了 那可能是出发得有点晚 戴维 你问一下秘水 好 等一下戴维 我们这样打电话不好吧 显得我们很着急的样子 可是总裁不会很开心的 也是 等吧 好 再练一遍 再练一遍 来 一二三 欢迎客历总裁来自公司试团 还不错 还不错 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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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么长时间了 要不要请凯特总裁们到里面坐呀 不用了 凯特 不会吧 克里总裁一向非常手势 而且约好的时间从来不会双约 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德威 德威 总裁先生临时改了行程 现在去新加坡参加一个总部的会议 对 请帮忙转告凯特李 总裁先生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直接打电话给他 好的 就这样 好的 可以 可以 先生 这是 这是姜德顺交给我的资料 我就把它先交给你保管了 一定给我调查清楚 注意保密 如果真的是像姜德顺说的那样 这种失误真是太可怕了 我会详细调查 暗中调查 我会派人直接辅助你的好吗 好的 走 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 详谈一下 好的 凯特 能有什么事啊 总裁先生临时调整行程 也是常有的事 毕竟公司会议也很重要 克里先生确实是在赶飞机 迈克尔没有骗 这也是我最疑惑的一点 我心里总是觉得很不安 凯特 你还是太在意了 一有风之草动的 就坐立不安 一顺百顺 是公司入住上海最重要的项目 先生克里很在意 他把这个当成年度最重要的投资 但是克里先生确实是在赶飞机 这也是我最疑惑的一点 我查了航班记录 他的飞机是六点 可他却提到 你提前了五六个小时到机场 这正常吗 凯特 你是克里先生的得力干将 一顺百顺公司又发展得这么好 克里先生没有必要到公司去查一查 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嗯 雷特说得对 他无非也是过来检查一下工作环境和状况 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好 可能 宝贝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也许你真的想多了吧 也许你真的想多了吧 你真的想多了什么 Plaqu projects 您今天喝茶 其實很容易 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 全部转移到旅游新项目上去了 这就是你耗尽所有做出的成绩吗 这些情况你也都了解 我了解有什么用 总不要成绩 既然现在已经做不出成绩 就得改变 改变 投资不到位怎么改变 时间不等人哪 从申请到拨款至少两个月 况且似乎项目我们一直在运作 中间仅仅停了一个多月 现在捡起来一点也不费劲 可是人都抽调到那边去了 再调回来吗 这是你的事 你精英公司 这不是你应该干的吗 等姜德顺羽衣丰满 你再想打他还来得及吗 何不趁现在给他猛利一击 让他公司倒闭 失去和你竞争的本钱 他现在也没有 等四库运作成熟 他有了资本 你的公司内容是他丰富的 他一点点蚕食你 你还能抑制独秀吗 现在旅游项目的危机 已经很显现了 得力干将少阳也被他拉走 他已经在运作 一夜之秋 你还不明白吗 你的确比我看得远 危机已经遇见 就得把他扼杀在谋牙中 这次把姜德顺拍死 让他永远起不来 老虎不发胃 他一直以为我是只病猫 是虎是猫 拿业绩说话 大夫 您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您看这个检验都合格吗 没问题 非常好 我就说没什么事吧 你看爸妈紧张呢 那您再看看 我那儿子都合格吗 也很稳定 那太好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移植 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 好 好 好 那那您先忙 我们先回去准备什么 好 让你目前多注意休息啊 来来来 您坐坐坐 谢谢 走 走 来 是不是我那个指标 又不合格呀 妈 好 完全正常 特别好 真的 我 我 我被上次而不合格 我给这吓坏了你知道吗 我都不敢进去听医生的结果 看不出来了 你特紧张 太棒了 那孩子呢 孩子怎么样 孩子的各项指标都特别稳定 而且 刚才施主上说了 马上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细胞移植手术 太棒了 那还等什么呀 咱赶快移啊 回去做准备 走吧 走 来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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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姐 我这两天不在家看小幸福呢 我爸和我妈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 你可得告诉我啊 那时刻盯紧了 他们俩要是有什么小变化 有什么发展 你告诉我啊 谢谢姐 爱你 摸摸大 好 迈克 总裁先生的浪漫之夜 想必总裁夫人很开心吧 这么开心的事情 你不应该跟我分享吗 这都是你的主意 为了总裁先生的惊喜之夜 我都快累死了 总裁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你 他现在真的很信任你 对了 你现在是不是要去欧洲了 不去了 欧洲和澳洲都改成视频会议了 总部的简报应该今天也就传过来了 我怎么闻到一股 龙香的咖啡味啊 那是刚给总裁做的 当然了 如果高傲的凯特总需要的话 也随时被凯特总裁 私人定制吗 当然了 那我等着了 好 来 这也是一杯私人定制 你怎么来了 谢谢 凯特 这两天忙得是不是有点焦虑啊 这你都看得出来 再平静的湖面 都会有安永的 好 原因 原因嘛 你是要看它相向而行还是背道而驰 如果相向而行的话 那就是水流的巨大推动力 如果是背道而驰的话 那可就是惊涛骇浪 怎么听都不像是好事情 你看吧 如果这个事是不关己的话 好事坏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怎么样 比比吗 你穿成这样跟我比 可能 喂 小主任 小主任 您是知道的啊 这个一顺百顺公司啊 它不也是我们做起来的吗 现在这公司跟一顺百顺 是一模一样 我跟你们公司联系的呀 还是这个 鉴定专家夏教授推荐的 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夏教授 潜心研究了一辈子的这个 如何用高科技鉴定奢侈品真伪的成果 转化为 少阳 我不知道你跟一顺百顺公司 到底怎么回事 但我们最早是跟一顺百顺公司 掐谈的 在一顺百顺不也是我去谈的吗 那么现在我也可以去谈嘛 对不对 一顺百顺公司已经有风投进去了 那个资金势力雄厚 我们呢也正需要跟这样大平台合作 一块把跨境电商事业给发扬广大 行 我明白明白 那好 那我们只能认平台不能认人 没事 那我跟姜董再汇报吧 谢谢 都是一群建立忘义的小人 再商言商嘛 张总 林浅 哪儿来的 这是天洁卖车的钱 谁让他卖的 天洁来公司找我 所以他要帮你 把车卖了 那车是卖送你归女的生日路 他也是想帮你了 真是我的好女儿 怎么样 入账吧 是 是 是 你行了吧 这一顺百顺 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 咱们奋斗那么久 至少被人认可的不是坏事 也就因为 一顺百顺是客户认可的 所以余副财抓住不放 再说了 萧伟那帮人 就是看中了余副财的一次性投入 财大气粗 谁不喜欢呢 那他也够可恶了 是他自己说的不干的 现在我们把项目做起来 他又过来抢了 伟一先来了 姜农 恭喜开业大吉 伺库项目原本打算是送给哥哥的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心啊 你要怪就怪凯特李吧 我真是没辙 哥哥的本事顶天 你也不会在乎这点小生意的 再放兄弟一马 谢谢姜哥 混蛋真过分 得了便宜还挑衅 他呀 还是中兄弟情的 心里有愧 心里要是没愧 也不会发这样的信息 没说啊 天儿 我觉得你做得特别对 把车卖了 帮助江苏爸 可是卖车这点钱 要跟余福财比 这不是杯水车薪吗 你说现在江苏爸 要客户没客户 要资金没资金 以前客户很多 全让余福财给吸走了 现在要说这资金 那小公司那点资金 怎么跟凯特李比呀 这余福财是诚心的想着 把我爸公司搅黄呀 我跟他没完 实际调查与资料介绍里 完全一致 这些资料是属实的 所有的调查我都录下了 采访了资料里介绍的 包括吴战儒 马翔 徐子晶 大龙等等 一从一顺百顺 公司报上来的客户名单里 抽查的所有的客户 全部都属实 法务部和财务部 审核得也属实 只是我认为 现在还没有审核到问题的实质啊 历史遗留问题 余福财昧着良心独吞了 姜德顺不想毁了公司 所以一直没有行动 更甚的是 在凯特李的指示下 强硬地让余福财 放弃四库项目 姜德顺不想放弃 所以另开公司重新启动 没想到凯特李也重新启动了 大投入资金拉客户资源 我还没有签字 如果我一直不签字的话 余福财能支撑多久 问题是四库这样的跨境电商 它跟打车送饭 这些服务项目不一样 它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客户信任度的 简单地去砸钱拉客户 只会死得更快 但是雷副总 你是不是按姜德顺提供的资料 去调查的 是 我都认真地核实过 不属实 那姜德顺把这些东西 给我拿过来也没有意义啊 我明白了 再辛苦你一趟 务必从姜德顺提供的资料里 查出背后的故事 好 那我去忙忙了 迈克 麻烦你进来一下 客户人找我 我们的投资按原计划进行 凯特李他们送上来的季度报表 拿过来给我看看 好 还有 把法务总监把我叫过来一下 好 去吧 好 总裁拒绝了 那思考项目不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 事在人为 可是 这是总裁的决定啊 不放弃 就有成功的机会 好 我是凯特 总裁去新加坡开会 有什么指示吗 去日本了 好 我知道了 没有去开会 没有去开会 David 帮我查一下去北京的航班 谢谢 好 追上了吗 追上了倒是 就前面那个五星级大饭店 五星级大饭店啊 真高级啊 上楼都得单独有卡 我 我没有啊 不知道上了哪层了 你觉得他可能是见谁啊 我也正琢磨呢 你说他什么 什么人能让他 刚一下飞漆 时差也不倒 就偷偷摸摸地就跑出来呀 我觉得肯定 他那个美国的那个女儿在这儿呢 我是这么琢磨着呢 那也不一定是见他女儿叫什么温馨哪 他 他要是见别的美国来的朋友呢 你听他说过吗 认识哪个有地位的美国朋友啊 就那罗美娟 他要是认识有地位的人 他还不得嚷嚷啊 那倒是 再说你说住这么高级的地儿的地方 除了他那个跨国投行的 那个闺女谁能住得起啊 可是你也没见过温馨 他就是打对面走过来 你也不认识他呀 血脉管着呢 他肯定有什么地方得像得顺 要不就得像依云 你想啊你儿子 多像你老婆呀 所以这个你得观察 抽空也就交我两招 你不行 你没有这方面的细胞 还没观察呢 先插插出去了 又嘚嘚嘚嘚老婆嘴 赶紧走吧 老婆努力 你跟我走干嘛 你车在那边 对对对 我的车 好 你等 等会儿我带着你啊 别 别 别 你等着好消息吧 姐 是从文文那儿套出来的吗 太好了 二十二分是吧 谢谢啊 凯特李 这不是宅优才那姑娘吗 余优才是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吗 我爸跟他合作了二十多年 所有的客户都是我爸跑出来的 从一个两个人的小公司 到现在的规模 都是我爸的功劳 他趁着我们家现在乱 青春了我爸的公司 这些事你都知道吗 据我所知 公司的法人不是你爸 而是于负财人 你们两个合伙逼走我爸 我爸现在开了小公司 你们又来抢他的新客户 如果真是你爸的客户 又怎么会被别人抢走呢 还不是因为你们耍手段 你砸钱嘛 你爸还可以砸钱呀 公平竞争 无可厚非 所以你现在是仗着你的财大弃粗 看把我爸的公司击垮是吗 那要怎么样 商场就战场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先走了 我还没说完呢 有个小姐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麻烦你了 放开我 天 干吗呀你们 怎么回事啊 大妈 她就是凯特李 仗着财大弃粗 把我爸的公司客户全拉走了 现在我爸新开的公司 都快被她挤得关门了 你说你这个孩子 怎么小小年纪 能干出这种事啊 你欺人也太甚了吧 你是想把我们斩尽杀绝呀 有有有有 别碰我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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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慢慢说 你没事吧 这里谁负责 你好 我是大唐经理 我们人身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 请你立即报警 是的 是的 一定 这么好的酒店 发生这样的事情 请你给我一个 满意的答复 盖子你走 谁让你走了 我还没说完呢 回来你这儿 有事慢慢的去 算了 算了算了 让他走 嗯 嗯 好 师傅 麻烦快一点 我们赶时间 好的 妈 怎么了 文心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想好回美国了 要不要我帮你订票 不不不 不是 我还没想好呢 我再想想 你没事就好 那就挂了啊 好 我还是去 我没事 我还是来 我真的不是 我硬是 你的 我 想想好 我 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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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罗姨 你不去让我妈买哪个嘴吗 你笑了 笑了 笑了 行 我这个给我妈打电话啊 你去打 你去打 你笑了 姥姥 这点小事找我妈就行 我小叔那么忙 喂 妈 你去找我妈买哪个嘴吗 我跟你说 你说什么 让你给小叔打 你就不打 喂 小叔 我妈那站在那儿出事了 说警察要带走他们 行 好嘞 姥姥 我那个出去一趟 你把幸福给扛好了 姥姥 好 我一个人 我哪个儿 你在里面 传逐渐 我哪个儿 你听着 你去吧 我都没有说 你去哪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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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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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事情 贵迪 得做饭了 爸爸不是说你 坐这儿 贵迪 爸爸今天真得好好说说 你都当妈了 你这脾气得克制点自己 怎么说发话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不就是要说凯特李的事吗 我又没把他怎么着 我又还没怎么着 我就是讨厌这种人的行为 他不讲究 我干吗要给他留情面 可是爸 他为什么老针对你 针对我就对了 不针对我就不正常 你的客户都被他拉走了 那再这样下去 你的公司怎么经营下去 你爸开那小公司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让那个 嗣酷海外跨境电商 那个项目给荒废了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 就是为了一顺百顺啊 所以这公司 你爸肯定能夺回来的 放心 贵迪 爸爸一定把这公司拿回来 真的 那你用什么办法呀 我可告诉你啊 那余福财在凯特李的帮助下 对公司的经营 可是越来越得心运手了 天机不可泄露 就等爸的好消息了 不 您 闺女啊 你把车卖了给爸爸应急 爸爸特别感动 这眼泪哗哗 真的 行了 你别给我装了 真的真的 那车不还是你买的 反正爸爸特别感动 凯特总盒就不见 凯特 凯特 回来了 那个 克里总裁在吗 我要跟他见一面 你先回办公室等一下吧 我去跟总裁说一下 一会儿叫你 走吧 谢谢 克里先生 凯特想要见你 凯特回来了 是 但是我已经拒绝了她 加大前妻投入的申请啊 或许她还有别的事呢 不会 就说我有重要的会议 我觉得听听她的解释 也没什么不好的 她在报表里面 都已经解释过了呀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去吧 明白了 要喝吗 嗯 行吧 别熬着了 啊 早点休息吧 是不是担心明天移植的事啊 嗯 应该没问题 你呢一直在锻炼 也接了酒 好 咱外孙子呢 现在状况呢 也不错 要我现在听得差不多 一直的事我倒不担心 这都第二次移植了 我是有点担心 你公司的事 你能不能不跟那凯特李做生意啊 既然不好做就别在一块儿 撕破脸多不好啊 你就大人不计想过 在下肚里能乘船 你就让着人家不就完了吗 你就大人不计想过 在下肚里能乘船 你就让着人家不就完了吗 对吧 我知道 我想想吧 来 麦克 对了 玛丽和她前男友怎么样了 好像还没喝好 那玛丽真的挺可怜的 凶严价了 据说是什么三天没下床 七天没出门 你说还有这么了情商呢 麦克 两年没见了 一周越来越贫累了 没办法 跟在总裁身边嘛 就有个公司形象 K 你约我出来就是说这些事的 当然了 这么久没见了 聊聊天 续续觉 好 那你就不想问我点什么 你会说吗 K 你知道了 保密的肯定不能说呀 来 喝酒 好 麦克 我今天又先走了 公司还有些事情 这么早就走了 嗯 你知道 公司比较忙吗 好 对了 那个总裁方便的时候 让他回我个电话吧 我有事情要跟他回报 好 没问题 就现在这儿生意啊 谁给的钱多 咱就跟谁干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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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y According 走路 推着 温馨的家 心快被融化 多少天 多少年 多少路 才能够让幸福抵达 还能有几盏的几个人 一直会在为我牵挂 一个人一幅画一道菜 一杯茶在为你等啊 一天天一年年两个人 一辈子冲起一个暖暖的家 牵手看夕阳落下 拥抱着晚霞 感谢有你陪着我 撑起了这个家 不是当我们老了 头发都坏了 不能再开口说话 心依然牵挂 多少天多少年多少路 才能够让幸福抵达 还能有几盏的几个人 一直会在为我牵挂 一个人一幅画一道菜 一杯茶在为你等啊 一天天一年夜两个人 一辈子冲起一个暖暖的家 一天天一年夜一辈子冲起一个暖暖的家